汪老头 你有三个儿子 每天独造他们做功课 也颇尽复制 田县城的老母亲去世了 父亲还在 日子过得还不错 你们想不想让自己的家人 平平安安的离开春安县 想啊 成孙呢 救我呀 良言斩落相思泪 甘为全马 事相随 大家好 我是二名顾 嘉靖得知了有人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去栽线买田 这气就搂不住了 娘的 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那其中还有正笔昌和和茂财昌和 如果背后有严党的认可 那就该让他们倒台了 命人叫来了严怂 嘉靖没有开门见闪 而是说到了天灾 这去年腊月不下雪 今年三浮不刮风 是不是因为朕有过失啊 上树有云 三年风三年欠 六年一小灾 十二年一大灾 天下在遥顺时就是这样 在丰年存粮北荒 在荒年镇迹灾民 这是臣等的责任 这嘉靖一看还行 没忘本 知道悲果 那这事可能他严嵩不知情 让他回家问问严世凡 改道为丧 进展如何了 明天回话 是 看着老严头的背影 嘉靖也不禁心起侧隐 这也是严党生存的底线 如果严嵩不能掌局 以严世凡那只工不守的性格 根本不能为己用 如果制造局的事 真是他严世凡受益 那严党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随后让旅方派几个锦衣卫 到浙江一探虚实 是 看样子 这次得抓几个人了 奴婢明白 纯安这边 都说人风喜事精神爽 他田有路那个开心呢 要问什么事呢 原来是沈医师买田的粮船 到了 而且打的是制造局的招牌 这海瑞以为自己听错了 制造局 怎么可能呢 嗨 我亲眼看到的 那桂杆上全是制造局的灯笼 绝对没错 好 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好 这田有路听唐尊说了声好 以为他想到自己心坎里了 那能不好吗 既然朝廷出面来买田 咱们这些小鱼小侠 也就不用背锅了 海瑞没搭理他 自己所想 岂是一介憨批所能参悟的 让他去回话 梁传靠岸等着 自己办完事 会去见他们 好嘞 海瑞要干什么呢 自然与人犯有关 他要等胡宗县的人来 到时候 才能保齐大柱等人一命 这田有路刚出大牢 就被蒋许两个千户给逮个正着 同时被抓的 还有大牢的芋头 钱文说了 郑和二人 让俩千户在牢中 做掉一干人犯 嫁祸海瑞 而且必须在高汉文 到达传安之前搞定 这既然要嫁祸海瑞 就不能当他面杀人 只能把他调出来 那能调他出来的 只有二老爷田有路 和牢头王三 所以俩千户一不做二不朽 直接把杀人灭口的事 告诉了二人 然后拟好字句 让俩人签字 只要签了 脑袋就绑在一起了 想不干都不行呢 徐大人 卑职只是一个八品 这么大的事情 有我不多 没我不少 你老就抬着手 你签不签 不肯签也行 那我们只有先在这里 把你们两个给 别别别 这一看动到了 知道不是玩笑 今天不签字 是铁定出不了门了 没辙 俩人硬着头皮签了字 随后 被许签护的手下 勘压着回了大牢 要将海瑞调虎离闪 都说心为神之舍 眼为心之苗 海瑞一打眼 就知道 几人心中有鬼 天先生 交代你的差事 都办了吗 唐尊啊 制造局来人催了 请你老 立刻到码头上去 催我的人在哪里 在县衙等人啊 他们既是来催我的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来见我 唐尊啊 被职业不知道 你老就莫问了 几句话 彻底证明了自己所想 果然有诈 随后下令 县大牢 除了县衙的差役和牢族 其他人不得善入 让随行的几个官兵出去 哎呀 你们就出去吧 海之线没出来 你们出来干什么 信海的说 要亲自建造制造局的人 还把门关上 不让小的门进去 这外面的俩千户 气得是直着压滑子 看来是遇到茶子了 许千户的意思呢 是放把火趁乱都给宰了 岂不一了百了 讲千户无奈啊 能杀的话 用你废话嘛 何茂才交代了 那姓海的是豫王的人 只有杀了人犯 嫁祸给他 才能堵住豫王的嘴啊 现在能做的 只有等田有路的消息了 不能再等了 等到天亮 我们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实在万不得已 等到半夜 就要办成窝寇的人杀进去 大牢内 都说知己知彼 方可百战不殆 为了打赢这场仗 海瑞做尽了功课 三天时间 了解了衙门上下 所有头头的身世 把田有路和王三的家庭背景 说了一点滴不漏 谁有老母 谁有老爹 谁有贤妻 谁有儿女 哎哟 唐尊啊 您这跟明镜似的 小的们这点事情 这么快就都知道了 知道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也有七十岁的老母 我也有贤惠的糟妻 我也有贴心的爱女 我更有未来的皇帝 做靠山 豫王发话了 我的命 如果舍在春安 妻儿老母 会被接到北京 后世无忧 你们想不想 让自己的家人 平平安安地离开春安县 想啊 唐尊哪 救我呀 只有您老能救我们了 唐尊 我答应你们 听我的 今后 你们就会没事 不用想了 海瑞肯定从二人口中 得知了上面 要杀人灭口的事了 那眼下能做的 就是给牢房增加筹码 让蒋许两个千户 不敢乱来 按时间算 胡宗县的人 天亮怎么也到了 只要熬过今晚 万事皆平安 所以 让田有路去告诉俩千户 自己要见制造局的人 见到人 马上上船 俩千户一挺 挺顺利啊 那赶紧去叫吧 另一边 高汉文一行人 已经到了武师山 只要过了山 就是春安县 赶快走 天亮之前赶到出来 下马 我说的话 你们没听见吗 马上赶路 天亮之前 我们是赶不动了 天亮后才走吧 这念思衙门的兵头 已经接到了 何茂财的命令 一定要在天亮之后抵达 好给蒋许二人 充足的作案时间 这说来也巧 胡宗县委派的谭伦 也到了 面对总督府的人 老伙计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谭伦和高汉文 说了什么 不得而止 视线回到春安 田有路找来了 沈一时的管家 并带进了大牢 海瑞云淡风轻的 说了一句 锁门 老伙计就变成了筹码 这枚筹码重不重不说 反正时间是争取了 外面的俩千户 得知他田有路和王三返水了 终于坐不住了 只要天一亮 什么都晚了 必须应来 为了避免伤到海瑞和制造局的人 让手下先放火 然后以火警为由 撞开大门 强行架出二人 然后灭口 好办法 你们赶快准备拆火 快去 去 大牢里 海瑞能做的都做了 事已至此 只能听天由命了 蒋千户的几个手下 为了撞门 正在看老乡家的顶梁柱呢 这都说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柱子刚看好 高汉文 到了 这是哪个衙门呢 干什么 回大人 县牢着大火 我们去撞门救人 县牢在哪里 就在前面不远 走 驾 大牢这边 蒋千户正在做最后的部署呢 一会儿门撞开了 怎么抓人 怎么宰人 说的那叫一详细啊 可是一回头 看见了高汉文 瞬间瘪截子了 顺着尿道溜了 一场危急 就此化解 海大人在哪里 回大人 海大人还在牢里 带我去 是 谁啊 高汉文 快开门 打开县牢大门 高汉文和海瑞再次见面 这三天 仿佛经历了三年 胡台 见到胡不堂了 胡不堂派人来了 是谭大人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海瑞 倒了 三天 整整三天没有合眼 为的 就是这一刻 还挺得住吗 副台不是也挺住了吗 此话听得高汉文 稍有惭愧 没有杨金水 自己未必能挺得住 打发走田有路几人 高汉文把此行的目的 告诉了海瑞 本来由自己出面摘灯笼 可是跟谭伦商量后决定 由你出面 去码头将所有制造局的登陆栽项 并且扣押所有粮船 给我多少兵 要多少有多少 此话怎讲 这是总督衙门的公文 拿着它 所有的兵都归你调借 有了总督署撑谣 海瑞这把宝剑 必定所向披靡 下集 打着制造局招牌的神医石 该如何面对 手握大权的海岗风 哦 原来是为了这个 来人 在 把灯笼下的帖子放下来 放下来